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塔利班今天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 举行了庆祝美军撤离的阅兵式庆典 在阅兵式上 塔利班的武装分子展示了数十辆美国制造的装甲车和新缴获的武器 从发布的社交媒体上的片段来看 许多车辆几乎完好无损 塔利班武装分子身着美军制服 手持美国制造的武器 坐在曾经属于阿富汗空军的飞机和直升机的驾驶舱内 摆姿势拍照 屋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毕表示 并没有过分担心这些塔利班战士检查废弃飞机的照片 他认为这些塔利班分子无法操作 也无法维修这些军事装备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他们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的新冠变种病毒 该机构称这种变种病毒存在突变性 可以逃避此前新冠疫苗所提供的免疫力 不过现在依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才能确认它是否更具传染性 更致命或对当前的疫苗和治疗 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这种名叫Mu的变异病毒 最早在哥伦比亚被发现 随后已经在全球39的国家得到证实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确诊率 也因为该变种病毒正在不断的上升 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 截至今天加州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80.6% 位列全美所有各州接种率的第9名 州长纽森称其为重大时刻 但强调依旧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 但在不同人种中 该接种比例依旧差距巨大 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接种率只有50%多 美洲原住民的比例为63% 亚裔或太平洋岛居民比例为75% 除此之外 旧金山河圣克拉拉县的接种率都超过了87% 洛杉矶县则是74% 过去7天接种疫苗的数量超过了62万7000剂 新增病例也开始趋于平稳 单日的平均确诊数字为12861 比一周前减少了大约11% 尽管住院人数也逐渐平稳 但医院仍然面临压力 在全州范围内有8342名患者正在住院治疗 比前一周增长了1% 其中重症监护室内的患者人数为2128人 剩余可用的ICU病床数为大约1700张 台湾国防部昨天公布中共军力报告 输于五年兵力整舰及施政计划报告 首都揭露了解放军线阶段 已具备对第一岛链 以西区软硬电子攻击通信阻绝能力 可结合网军启动有限无限的全球网路攻击 据瘫瘫台湾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 对台湾威胁甚至 报告提醒解放军山东辽宁号航空母舰占力生成 配合海空军兵力常态化 随行跨岛舰远海长航训练 加强战场经营 研判2025年后第三艘航空母舰将剥交服役 解放军区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将日趋完备 军事研究人员指出 解放军目前是初步具备 瘫痪台湾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 研判还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